这一处位于基隆知名经典秦仁湖公园下方的三层楼偷天措 屋里已经将近40年 房屋老旧钢筋裸露 居住品质不佳更有安全疑虑 在地建商特别与范工股银行组成的台湾金融都跟公司合作 协助地主取得融资 以置地置建方式进行围绕重建 这也是安乐区首起获准通过完成签约的围绕都跟案 最主要也是因为有年纪的关系 那所以说在这个进出跟上下楼实在是有点不方便 刚出改建会觉得不容易的人 因为就户数比较少这是一点 那还有就是说也没有适当的管道 最主要是这样子 我们这边是安乐区第一件的围绕重建案的通过 那其实我们这个基地虽然它不是很大 大概不到200坪左右 我们很希望就是让大家住户知道说 其实小基地如果你们找一找大概一两百坪左右 都有机会自己来办这个围绕重建 那可以改善居住的品质 像原本是一个旧透天是没有电梯的 那后来因为原本的地主 他们大部分也都年迈了 就最后几乎都荒废没有在住 那透过这次的围绕整合改建之后 就可以整个换成新的电梯大楼 那大家也可以回来回到原本的居住生活圈 三日后及积极推动都干的金融市议员周文廷表示 根据统计金融市平均屋龄超过33年 同时有约8.1万栋住户屋龄在30年以上 推动围绕都干有其必要性 会以金融市政府加快审造效率 让更多有围绕都干需求的住宅 即时获得重建 保障市民居住品质安全 同时改善市容景观 主要是在于就是建造的审查时程太久 我想我们之前看到我们祥峰街的这一个围绕重建案 因为整合时间其实很短 他们三个月就整合完成 可是他们在建造的申请上 光一个建造就省了七个月还没有拿到建造 最后这个建商他们就却不暂停了这一个案子的一个推动 那其实这个对于很多建商来讲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尤其对于基隆这样的一个比较有历史渊源的城市来说 其实进行都更或者围绕重建都是迫切需要的 那我们期待未来能够在都更或者围绕的建造审查上 能够加速来审查 记者张祈腾基隆报道 感谢观看